大家好,昨天就有一位花友私信 当我们的杜珈花根部长出了一些侧芽 到底要不要给它抹掉 其实我们要不要抹 就要根据整个脊柱的长势来判断 像我这盆杜珈花就是根部长出了这些侧芽 那么要不要给它抹掉呢 我们就来根据这个脊柱的长势 像我这盆杜珈花的这些叶片 染上了一些斑点,也就是黑斑病 像这个脊柱处于养病的状态 我们最好就是把它抹掉 为什么要把它抹掉呢 首先第一个抹掉可以使整个根部更加通风透气 让整个根室更好的呼吸 第二点就是减少养分消耗 因为病害的脊柱,抵抗力还有抗病能力都会撒降 再加上侧芽在根部它会消耗一部分的养分 这样整个脊柱更加虚弱,病情更加严重 像我这些侧芽就要及时的减掉 没有减少养分消耗 还要顺便把枯萎的叶片给它清理干净 当然如果你的杜珈花脊柱长得比较健康 没有任何的病虫害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侧芽流出来 等到它木极化的时候 再把它修剪下来做 千叉繁殖也是非常好的 看像这个盆土长时间没有给它施肥 这个土壤先把这个土壤给它产松 然后再进行给它施肥 不然再生长忘记 杜珈花养分跟补上就导致生长缓慢 那么我们给它施肥的话就选用一些 肥力比较温和的像这种 细酸性营养液 先准备一千毫升清水再给它兑上一克 这种营养液不仅有效的补酸 又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 补充养分 直接交换 七到十天交换一次 防止夜斑病 我们就先用一些针对性的药物 像这种本甲比作剂 七天给它施用一粒小胶能就可以了 坚持使用三次就有效的 抑制病情的扩张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